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孟云和林家之间就这么分手了 既然已经分手 在一起住就不是那么合适 就这样林家搬出了孟云那家 而孟云想要挽留却还要坚守自己微乎其微的尊严 你说他们分手也就算了 咱们的于飞和叮当也跟着一起臭热闹 聊聊天都能聊崩溃 直接分手 孟云和于飞几乎同时和自己女朋友分手 要不说电影就是扯办 在一起住那么久还要吵架的激情 真正需要分手的 是那些连假都不愿意吵的人 接下来的剧情就是一个黑男人夸女人的过程 孟云和于飞恢复了单身 咱们必须要照起来 各种酒局 各种派对 各种happy 香烟烈酒美女夜夜升歌 在男人们happy的同时 反观咱们两位女性同志 那是一个人可怜 独自垂泪 两个人昧着互相取暖 暗示身伤 我严重怀疑电影编剧 是在老婆监督下写的剧本 把我们男人说的那是狼心狗肺 一冠禽兽网 这个明显是一部女权主义的电影 为啥分手后都是女人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呢 当然了 女人也不能一直这么悲伤下去 既然你们男人玩的这么high 对过去的感情毫不在乎 我们也要恢复年轻时候的状态 邻家就独自一个人出去旅游 真有意思 地球上离开谁还不一样转呢 对不对 当女人开心的时候 男人们又慌了 孟云就害怕邻家是不是找了别的男人 出去旅游到底是谁给他拍的照片呢 说到这里 确实朋友圈里会有一些美女 都是这样的 说是一个人出去旅行 但是经常会发一些摆拍的照片 在酒店里也是这样 这个问题一直也困扰着我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还不算啥 叮噹也算是成里出名的小太妹 邻家旅游回来的时候 带着他一起参加一个酒局 要说这个世界说大就大 说小也小 这个事情就被于飞的朋友发现 就这样于飞带着孟云就来看看 因为对面局里的都是公子哥 那家伙一个个都是酒精战场的老手 邻家他们很危险 但是我们又不能直接闯进去 于是他们想了一个办法 这玩意儿就开始有钱呢 于飞和孟云直接组了一个超级台排队 邻家他们房间的人都被救到这边 后来叮噹感觉不对劲 正好遇见了于飞 我就知道是你搞的鬼 但是孟云并没有出来见邻家 这也没啥意思了 邻家先离开酒吧 当孟云打算出去看看的时候 邻家正好被自己的老同学接受 当时孟云心里就不是一个滋味 邻家和自己的老同学就是朋友关系 但是孟云可扎心了 你说也巧了 孟云公司跟客户合作的时候 遇见了一个妹子 虽然这个妹子长得确实够老 但是依然阻止不了她卖萌装嫩的心 说啥叫孟云大叔 这也是孟云脾气好 要是我的话 我都得叫你一声大娘 由于合作的原因 孟云和装嫩妹来往密切 自然而然的互相产生了好感 很默契的就在一起海开黑了 另外一边 邻家的老同学还一直在追求 不过邻家还跟老同学保持着距离 装嫩妹一直知道邻家的存在 所以她特别好奇邻家到底是个啥样的人 就这样装嫩妹到邻家经常去的咖啡店 这两人互相对视好几秒 虽然时间很短 但是这对视的几秒钟却信息量巨大 装嫩妹也想知道孟云到底爱不爱自己 结果答案很明显 就是不爱 叮当给孟云打电话 说有一个妹子去看过邻家 那孟云就赶紧去找邻家解释 慢慢没想到 老同学这个时候趁虚而入 女人呢 在脆弱的时候 就是最需要依靠的 老同学出现的时机刚刚好 孟云也无可奈何 既然重新开始了新的生活 邻家就要离开这个城市 孟云没有去送别 只是互相来了一场隔空说再见 年轻时候说过的话 我们都要负责 孟云说过 如果以后不在一起了 他就在闹市区 学习自尊宝大喊邻家我爱你 而邻家说 如果以后不在一起 就吃芒果过敏而死 就在这一天 这两个人都开始履行常诺 有人说最后这一段过于侥幸 可是这个年代 不是人人都在侥幸吗 最后的最后 余飞和叮当重新和好在一起 他们在电影里 本来就是调节气氛的 邻家和老同学结婚有了孩子 而孟云又和装人们相遇 电影呢就结束了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个啥道理呢 再起好现在每一个现任 不要变成前任的时候 才追悔莫及 好了 今年就到这了 摸摸摸